就在刚才,因感染新冠肺炎入院三天的特朗普,竟然神奇地出院了,随着海军一号直升机徐徐降落在白宫南草坪,宣告着白宫的现任主人的回归。 与此同时,特朗普身边又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,担任白宫新闻发言人的凯利·麦肯内尼,今日也确诊新冠,这是目前特朗普身边确诊的第13人。 早在10月5号下午2点半左右,特朗普发了一条推特,宣布将于当日下午6点半准时出院。 同时,他也不忘呼吁广大美国群众,不要害怕病毒,更不要让他统治你的生活,并且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。 虽然特朗普刚刚入院没几天,但是早已心急如焚地想要出院。 就在昨日,他突然乘坐汽车出现在医院附近,佩戴口罩隔着车窗和支持者挥手。 通过这些活动,似乎在向外界宣告,本总统身体已无大碍。 此举被很多医生与网民诟病,这给身边保护他的特勤人员和工作人员带来了更多的染病风险。 这还不算完,今日早晨,特朗普在推特上连发25推,号召大家为他投票,作为当今网红之一特朗普当属最为勤奋的那一位。 当然,他迫切想要出院,也是事出有因。 上周与竞争对手拜登辩论之后的民调,特朗普落后了14%,可谓是首战告负。 特朗普虽然出院了,但是白宫的病毒传播并未停止。 今日,又有一位高级官员被确诊,加速了新冠病毒贡献白宫的趋势。 今年32岁的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内尼被怀疑是初夕9月26日在玫瑰园举办的最高法院候选人提名活动时不幸感染的, 经过了将近一周的潜伏期,检测结果由因转扬。 而这场大法官候选人提名活动,也被认为是白宫新冠病毒的超级传播事件。 一位从现场发来的图片来看,所有参加活动的政要均无人搭配口罩,更是密密码码地坐在一起, 丝毫没有保持社交距离,而就在这场活动中,已经有12人目前已经确诊了新冠。 由于新冠最高长达半个月的潜伏期,相信这一数字还会继续攀升。 虽然特朗普已经出院返回白宫,大有即将康复之事, 但是,回顾整个白宫新冠传播感染事件,却依旧是疑点重重。 首先,就是特朗普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感染的。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周日,白宫医疗团队的记者会上, 有记者连续两天提问,特朗普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到最后一次检测阴性报告时? 医疗团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,最后都糊弄了过去。 所以,特朗普究竟是何时被确诊,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个未知数。 其次,就是特朗普上周六发表报平安视频之前, 白宫不同的官员对其病情出现了大相径庭的反馈。 其中,白宫医疗团队,也就是隐瞒特朗普何时确诊的那拨人, 在周六早间表示,特朗普情况正在改善, 甚至扬言他觉得总统今天就可以走出医院。 但是,在数分钟后,白宫幕僚长马克·梅多斯又向记者们表示, 特朗普在过去24的生命体征非常让人担忧, 同时,表示接下来的48小时将至关重要。 更为吊诡的是,梅多斯在新闻发表后又改考川总统情况很好, 且医生对他的生命体征非常满意, 这就让外界对于特朗普的病情更加感到疑虑。 最后,就是白宫对于上文提到的大法官候选人提名, 这一超级传播事件参与者的病情追踪, 进度非常缓慢。 根据活动现场的照片反映, 参加活动的人相继握手,互相拥抱, 这有非常大的几率会互相传染。 但是,美国媒体却普遍反映, 白宫追踪传播链的工作似乎十分怠慢, 甚至很多与特朗普一同出席活动的人, 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以及相关的联系人, 甚至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, 应不应该自我隔离。 我们回到特朗普的推特, 他口口声声呼吁大家不要惧怕病毒, 该复工复工,该重启经济就重启经济, 毕竟,我一个70多岁的老头都挺过来了。 可是,小编想说的是, 你身为美国总统, 得到的医疗关怀与资源, 能与普通美国老百姓相提并论吗? 普通人感染新冠, 连住院资格都没有, 更别说住医院顶级套房, 三五种最先进的抗疫药物接连使用了。 所以这种呼吁, 确实是极其不负责任。 由此可见, 美国总统并未从这次自己轻患疫情中受到任何教训, 可能未来会依旧大张旗鼓地办活动, 摘下口罩放飞自我。 如此一般, 美国的疫情控制基本是没有任何希望了。